说到这里的话 这个无论是做文案策划还是做销售 我的建议是孟杰 你的这个薪酬是能稍微调一下 对要调一点 这个通过刚才整场表现 虽然我们觉得很欢乐 你觉得很愿意跟你沟通 但是专业能力上面还是有短板 你难得的是他愿意做销售 但是你的这个底薪期间 能不能稍微调一调 是这样的 我现在是在深圳 然后我觉得这个薪资的话 可能暂时还是无法下调 附老师他是不会推荐一调的 因为他简线上有写 他上一份他辞资原因是因为降薪 所以他辞职 所以他对薪酬应该非常看重 来第一轮选择去过了 还有13盏灯 太棒了 怎么笑一个呀 这么好的事你看 来我们进入天生我有才 天生我有才准备了什么孟姐 我这边也不太会什么 我们这样好不好 我们来个临时起义 你是一个 蹦极的娱乐场所的销售人员 你要把这个门票卖给这些企业客户 让他们带着员工作为这个拓展训练的一部分 去参加这个挑战 我给你选一个对象 就是那个特别高冷的王总 行不行 好的好的 好来试一下 好来 王总你好 我这边是 差不多有十几年 这个口碑的话 您这边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如果说您这边有身体不适心 当病之类的同事就还是不用去参加 但是我觉得想要去克服一下平常的一些胆量啊 或者是想要去放风一下的同事 我觉得是完全是可以去考虑一下了 那这样吧 我购你们的团队票 然后你带作为我们的领队 带领我的同事们 你可以演示一下去跳 可不可以 可以的可以的 没问题的 这样我可以先演示一遍 您看一下 如果说您觉得 同事的能够接受的话 这样我们再购票也不迟 没有关系的 这边都没有关系 好的 如果你都敢跳的话 我们的同事们应该都敢跳的 啊 好 那个孟杰你真跳吗 我真跳 我之前没跳是因为我没钱 来来评价一下他的销售 我觉得他销售很不错啊 这个完全是用生命在销售啊 我觉得很好 王总认为他的销售怎么样 我说其实我没有太为难他 如果就是说 其实在这个 我觉得价格是一方面啊 就是其实在这个 推荐你的产品的时候 重点第一个 希望说你这个产品 能够给客户带来什么 它的价值在哪里 把价 把你的价格优惠 放到最后去说 我觉得作为一个从来没有销售过的女生来说 我觉得还可以呢 特老师 我觉得他只是不却场 如果作为销售人员来讲 他可能这种成竅 就是这种销售目标感不强 刚才这边老总也说了 就是确实没有为难他 但如果是一个竞争的环境呢 他如果没有成交的意识的话 可能就跑单了 稍等稍等 曾华你可以为难他 那刚才是王文静没问 你现在为难他 你试试 我不相信这个女生会怯场 这样我出个题 那个因为我看他刚才那公众号上面 有介绍那个子龟的齐城 而且应该是他写的 能不能把齐城卖给花姐 对可以换一个产品 可以吗 孟杰